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看第一个 单调性判别 如果一个函数在某区间上是可导的 有导数 那么什么结论呢 如果导数大于零 函数在这个区间是严格单调增加的 当然显然第二句话是正好反过来 如果导数小于零 那么这个函数呢 在这个区间是严格单调减少的 那么这个证明当然非常简单了 非常简单 为什么非常简单呢 我们前面学的知识 我们来说一下就行了 你随便拿出两个点来吧 一个x1 一个x2 两个点 什么叫单调增啊 就是如果x1 对吧 x1 如果大于x2的 我们假定这样 对吧 如果x1大于x2 好 那么什么叫单调增加呢 那就是fx1要大于fx2 这就要单调增加了 那么fx1和fx2比较怎么比呢 我们通常有两个办法 如果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减一减 减出来正的就前者大 减出来负的就前者小 还有一种呢 如果知道符号的话可以两个除一下 对吧 但是现在呢 我们也不知道它是正还是负 所以咱们就减一下吧 fx1-fx2 等于什么 你想到了什么 导数性质的应用 你想到什么现在 两点的函数在两点值得差 咱们能用什么性前面讲到什么内容呢 拉格朗尔定义 很多人都讲了 对吧 对了 好 fx1 乘上x1-x2 x1在什么地方 x1在x2到x1当中 那么别忘了 这个是大于0的 所以请注意它是大于0的 对吧 也就是当f1-x1大于0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质变量大的函数值也大 没错吧 也就是fx1-x2 这不就单调增加吗 严格单调增加 所以非常好 非常容易正 那么实际上从几何上来看也很明显的 导数是横正的 那么这个曲线的切线的斜率怎么样 大家可以想这个琴角啊 是锐角 对吧 琴角是锐角 这个曲线的琴角是锐角 对吧 如果你画切线的话 画这个曲线的话 它应该这样 老是这个曲 这个切线啊 老是这个样子的 琴角是锐角 老是这种切线 对吧 老是这种切线 那么从图上很容易看出来 它是慢慢上升的 它不是下来的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很明显 好 这样一个结论 那么 那么这样我们判别单调性就比较简单了 判别单调性以后怎么样 看导数 导数正的单调真 导数复的单调减 这就是一个重要而简单的一个法则 那么如果F导数啊 仅仅在虚间里的孤立点为零 结论不变 什么意思 我们上面的条件怎么样 导数横正 那有的时候会有等于零行不行 仅在里边的孤立点 就是个别点 孤立点就是个别点 孤零零的点 那么一个还俩 还三个 还四个 还五个六个呢 不管有多少 一百个也行 只要是孤零零的点 一百个还孤零零嘛 那咱们这个区间里面有无穷无尽的点了 连续不断的 无穷无尽的 所以你孤立点可能非常多 再多不影响结论 那么为什么道理不影响结论呢 我不说了 你自己去想一想 不会影响结论 那你只要先看 只有一个孤立点会不会影响 一个孤立点不影响 两个孤立点当然也不影响 三个孤立点同样也不影响 对吧 好 这是D 只有个别点等于零 那么咱们有的时候 求导数一求求出来 这个导数很正的 但是有一点两点 它是等于零的 怎么样 OK 没问题 不影响结论 第二 如果这个SB区间的时候 端点只要连续结论不变 什么意思 B区间 给你一个B区间 区间里面每一点的导数都是正的 或者说只有个别点等于零 端点怎么样 端点没说 端点说不定没导数 不影响结论 不影响结论 结论也不变 什么道理 你再用 拉格朗尔定理的时候用用看吧 因为拉格朗尔定理那个导数 是在什么地方 两点当中 根本用不上你这个端点的 没错啊 第三 如果导数是大于等于零 那么结论怎么样呢 不是严格单调 改为单调 大于等于零 你上这个地方说 孤立点 我这个地方大于等于零 就怎么样 可能有一片都是等于零的 一片就怎么样 有一条 比如说有一小段区间上是导数是等于零的 那么显而易见 这一段导数 这一段怎么样 函数就是什么 长数了 那么就不是严格单调增了 但是怎么样 还是单调增加的 没错 对吧 单调增加的没错 所以这个地方呢 稍微注意一下 当然我们多数情况是什么情况 是这种 求都导数出来了 有个别点等于零 其他地方横正 OK 解决 好 第四 逆命题成立吗 请注意 这个定理啊 现在实际上条件已经变了 因为我加了这一条了 就是F一别大于零 在个别点可以等于零 那么这个导数是严格单调增加的 逆命题是什么 函数如果在区间严格单调增加 而且当然有导数了 那么导数是不是除了个别点 都是很大于零的 对吧 或者说大于等于零的 但是等于零的点只是个别的点 不会连成一片 想一想 想明白就行了 当然如果你能把它写 写一个证明出来 那就更好了 这几条 大家稍微回去 有的时候 我经常说要思考 就是回去你琢磨琢磨 不要我说了 你就 就老师说过了 那就这样 想一想 你会用这些结论 将来会用得更好 好 下面我们就来做题了 用这个结论来做一些题目 首先讨论函数的单调性 那么像这样的题 本来我们讨论单调性不大方便了 怎么办 要fxe-fx2 或者除 对吧 除fxe除fx2 应该说不是很方便 现在我们有这个求导数的方法 那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求导数 只要求导数 然后根据导数的符号 来决定 导数到底是单调真 还是单调减 还是什么情况 好 看一看 这个题 讨论 咱们什么做呢 很简单 求导数 那么这个导数当然太好求了 对吧 x平方求导数2x 后面那个1-x不动 加上 对吧 x平方不动 1的-x求导数 1的-x就相当于1由 1由的导数还是1由 由求导数 -x求导数出来一个负号 -1 好 这个试试咱们把它 为了看符号方便起见 咱们把有些项提出来 好 那就是x 1的-x提出来 对吧 或者说 咱们把ex放在最前面 好一点 ex 后面呢 因为1的-x会放在前面呢 它永远正的 它不会影响这个导数的符号 它不会影响 它横正的 好 那剩下谁呢 剩下是x 2-x 哦 那就非常清楚 决定符号的是这个 没错吧 好 那下面咱们就很简单了 对吧 x乘2x 什么时候正的 什么时候负的呢 显而易见 两 这个 这是个二次式 对吧 两个点 一个是零 一个是二 这两个点是很等于零的 那么在一共分成三段 好 三段的情况 我们来看看 如果x在零和二之间 当 x大于零小于二 那么好 f1-x是怎么样 横正 所以我们得到什么结论 fx在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刚才大家记得刚才我写的 我们后面那个筑记的第三条 只要导数是大于个别点等于0也行 那么在这个区间 连端点如果连续的端点也可以算上 好 咱们就把端点算上了 这个还是当然连续没问题 0到2怎么样 严格单调正 严格单调正 没错吧 好 当 x 小于0 或者 x 小大于2 那么显而易见 f x 导数小于0 那么所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所以这个是由上面这个 所以 f x 在 负无穷到0和 二道正无穷 分别严格单调 简 对吧 这个地方你看老师写的 写这地方写了这两个字 分别 如果你写的话你会写吗 会写说明你的中文表达还不错 不会写说明你中文表达力 有点小问题 或者说对数学的理解 有点小问题 为什么 这两个区间是断开的 就是一个区 每一个区间单独拿出来都是单调简的 但是这两个区间能不能合在一块比较 跳区间行吗 不行的 就是你不能把这个区间里的一个点 和这个区间的一个点去比 因为我们这个比的时候 用这个条件的时候 是把这两个区间分开再考虑的 当中断掉了 所以这两个字是很重要的 懂不懂 所以这一点 有的时候数学要讲究什么 讲究准确 别造成一种奇异就不好了 一定要准确 好 那么当然这个题我相信大家都都能明白 很简单 好 下面看第二个小题 4正当x大于0的时候 sinx大于x节六分之三方 正不等次 你有什么方法没有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这个题方法其实蛮多的 方法蛮多的 你有想法吗 咱们看 用什么 我找一个就找对人了 怎么样 这个同学说的很好 泰勒公式 但是泰勒公式怎么用呢 显而易见 会考虑把sinex怎么样 泰勒表达是写出来 写出来以后呢 问题是泰勒公式一大堆了 你要写几项 不用多 写那么前面两项 第三第四项怎么样 是0 然后最后那个鱼像写出来 看那个鱼像 你说鱼像用哪个 用Lagran还是用Piano 用Piano Piano就有问题了 Piano你知道它是正的还是负的 你就知道它很小 对吧 Piano就不行了 有的说不是加比安的鱼像吗 加不一定是正的 用什么 要用Lagran的鱼像 Lagran的鱼像就很明 就可以确定了 它到底是圣师父 那么你去看看行不行 到底Lagran的鱼像写哪一种形式展开到哪一项 那么我这儿呢 介绍另一种方法 也是证明不等式常用的方法 把讨论不等式变成讨论函数的单调性 那么怎么样做呢 通常的一个简单 一个可以说是个标准的做法吧 首先把这个不等式改变形式 改变成什么样 通常是改变成一个函数大于零 或者一个函数小于零 好 那么证明 第一步 我说我要把它变成一个函数的形式 设fx 那现在怎么样 显而易见一项了 好 等于sinx减去右边的移过来x 那一项本来是减 变成加上六分之 x三次方 那下面要做什么事情 下面就要证这个 x大于零的时候 fx大于零 x大于零的时候 fx大于零 这不就是单调吗 质变量大的 质变量x大于零 函数值也大于f0 f0等于什么 零啊 那不就行了吗 所以请注意 这就把一个不等式的问题 转化为讨论函数的单调性 x大于零的时候 fx是不是大于f0啊 怎么办 求导数 求导数 好 sin的导数 cosinx 它的导数 1 它的导数 3x平方 三越掉了 两倍的x平方 这个四字导数 能确定它的符号吗 能吗 有的人有点摇头 有的人 我说你别着急 再看一看 行还是不行啊 这个正的负担 正的 这玩意呢 这当然负担 那就是这个正的能不能压倒它 行不行 能不能压倒它 想办法 这两个看起来不大行 这个四字跟它比我不大会看 这个东西你会改变形式吗 它是二倍的x平方 它是减 把符号提出来 一减cosinx 什么东西 两倍的 三一 二分之 x 怎么样 零方 咱们如果把这个二提出去 咱们我现在做题目很慢 咱们什么目的 一边做 我希望大家一边想 想的怎么样 比我说出来还快点 那就好了 别跟着我说 别跟着我走 怎么样 要走到我前面 那就行了 什么叫思考 就是你要想办法走在老师的前面 但是不是每个同学都能做到 但是我看到有很多人做到 这个班上起码有10%以上的人能做到 我能看出来 有些人他不自身 他悄悄地嘴皮在那碰来碰去 为什么他有点胆怯 但是他知道 有的人怎么样 真不知道 我看他 他看地下 或者看天 他怎么样 他有点心里边有点虚 不知道 要知道要培养这种思考的习惯 好了 2提出来 这就是2x的平方了 又提出去了 后面这个呢 3 2分之x的 这也是平方 2嘛提出去了 请注意 这个识字是什么样 这识字是什么样 还记得吧 咱们学过一个不等识还记得吧 x大于3 x 绝对值 对不对 有没有 那个书证明那个 证明那个 重要不等识的时候 还记得吧 当然只有一点等于 什么0等于 行了 所以它是大于0 大于等于0的 而且仅在x等于0 成立等式 等号才成立 这告诉我们什么 岛数恒大于0 只有一点等于0 OK 马上解决了 这个函数什么函数 单调增的 这个过程讲的比较慢 比较慢 我们为什么讲的慢一点呢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这种题的 一种思考的方法 怎么做 你别这个题会了 换一个题就不会 那不行 咱们做题就 有的时候经常用这个技巧 用这个方法 把一个不等识 函数的不等识 转化为 变成讨论函数的单调性 通常一面一项 或者做一些其他变化 使这个不等识怎么样 变成一个函数大于0 或者小于0 然后就变成讨论单调性 好 所以 fx 严格 这两个字 严格这两个字 有很多教材里面 有的字也不写 不写 那么通常也没有问题 如果你漏了字写 严格问题也不是很大的 严格单调增 增加 好 所以 当x大于0的时候 fx大于f0 请注意f0是什么 0 0 0 全是0 等于0 fx大于0 所以推出来 sine x大于x减去6分之x3次方 这是一个常用的一种方法 下面 试证a大于b的时候 成立 如下的不等识 a 1的2a 加上b 1的2b 大于a加b 1的 这个题又是一种 咱们也是常见的不等识 有的时候这个不等识 诗里面有些字母 有些字母 有的时候是好几个字母 那么这些字母呢 好像 这个不等识里面 和我们讲的函数的不等识 好像没有联系 但实际上请注意 这些字母 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什么 看成变量 它就是变量 那么你这不有好几个变量吗 对 那你可以什么样 选择一个字母 作为函数的变量 另外一个字母怎么样 当作一个任意常数 那不就完了吗 好 所以这道题和上面那个题怎么样 本质上是一样的 本质上是一样的 好 证明 是 F 请注意了 咱们选择谁做 X 呢 其实无所谓的 你看这是对称的 看到没有 对称的 所以你比如说就选 比如说 X 就选 A 吧 好 那么 F 这个不等识就变成 A 换成 X X 1 的 2X B 怎么办呢 B 当然不能再换成 X 了 B 咱们就把它当作某一个常数 常数 B 不就完了吗 哦 常数 B 加上 B 1 的 2B 那边移过来 减去 X A 换成 X A 换成 X A 换成 X A 加 B 好 现在就变成什么了 现在证明啊 证明当 X 大于 0 的时候 这个式子要怎么样 大于 0 大于 0 大于 0 好 咱们先别忙 好 那么这个 0 这个就是我们要证什么 要证 X 大于 0 的时候 A 负 X 大于 0 那么问题是 如果 X 等于 0 的话 这个式子等于 0 吧 X 等于 0 这一项是 0 了 这一项是 0 了 这儿出现了 B 1 的 B 的 1 两 B 这个方式 B 的 1 一个比 不一样 那不是 0 啊 那就是说我们找那个点看来 不能找在 B X 等于 0 这个点 找在哪个点呢 你觉得 X 等于谁 这次就是 0 了 对 有的同学回答我了 X 等于 B 就行了 那我能不能在 X 等于 B 作为一个点来讨论 X 大于 B 行不行呢 行不行 X 大于 B 行不行 谁讲的 你讲的 太好了 这个同学就是很好 你是有性讲还是无性讲 讲的很好 他说不妨设 X 大于 B 什么道理 要讲道理什么 你不能胡来对吧 为什么可以不妨这样设呢 因为请注意 A B 两个数是任意的两个数 而且是线是对称的 总归有一个大一个小 或者两个相等吧 所以我不妨假定 A 大于 B 大于等于 B 就一开始我们就可以这样假定 不妨设 就讨论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妨设 不妨设 A 大于等于 B 这是不影响的 为什么 对称的嘛 你俩里边总共有一大 所以请注意 我们在这个上面 证明这个地方的讨论的时候 一开始可以加上一句话 不妨设 不妨设 A 大于等于 B 不受影响 不受影响 那么下面我们讨论这个 只要讨论这个 X 大于 B 就行了 好 那下面怎么办 求导数 你看 F 一平 X 等于谁呢 X 求导数 E 的脸 X 不动 加上 X 不动 E 的脸 X 求导数 X 不动 E 的脸 X 求导数 那么好 把看成 EU U 是脸 X 求导数 出来一个 2 这个数 这个数 长数求导数等于 0 减去 这两个相乘 他求导数 他不动 这个求导数就是 E 了 括弧里边求导数就是 E 就是 E 的 X 加 B 再减去 他不动 后边求导数 X 加 B E 的 X 加 B 求导数 把它看成 EU E 有的导数 还是 EU U 求导数等于 E 这个数字正的还是负的呢 上面这个数字到表面上看起来 要确定它的符号呢 好像还有点问题 好像不容易 其实仔细看一看是蛮容易的 你看哦 我相信有的同学 不少同学都已经肯定看出来了 比如这两项可以先放在一块 对吧 因为 X 大于 B 的 你是 2X 你这儿是 X 加 B 好 咱们把 EX 提出来 那么就 EX 减 1 比 X 大于 B 的时候 这个是正的 所以这个解决了 这一项呢 好 两倍的 X 乘 1 的 2X 那么好 这儿呢 有一个 X 乘 1 的 X 加 B 好 那么我们这儿呢 给它来一个两倍的 两倍的天异相上去 因为是 否则我们这个处理都不好处理 好 变成两倍的 X 提出来 两倍 这儿请注意 这儿乘一个 2 乘一个 2 那也就加了一个 X 好 那就 2X EX 提出来一个 里边还有一个 EX 这是 2X 好 这是 2X 乘 1X 加 B 好 那么 EX 提出来了 这儿还有 1B 好 那么别忘了 刚才我们是 这个地方本来只有一个 你变成两个了 所以意味着 这地方加了一个进去 加了一个谁 加了一个 X 进去 就是 X 乘 1X 加 B 好 那么下面别忘了 最后我们有谁呢 这儿加上去的那项是 X 乘 1X 加 B X 乘 1X 加 B 还有减去 B 好 那就是 X 减去 B E EX 加 B 对不对 稍微仔细看一看 没错吧 这一项是 刚才有两项 刚才是 这儿是 只有一项 我加了一项进去 负的加进去 所以等于有一项正的了 X 所以是 X 减 B X 减 B E 的 X 加 B 每一项都是正的 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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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项正 大于零 对吧 当 X 什么时候 当 X 大于 B 的时候 当 X 大于 B 的时候 当 X 大于 B 的时候 大于 B 的时候 大于 B 的时候 很有这个数字 很有这个数字 好了 那所以 所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或者说 马上就可以得到 F X 大于 F B 次变量大的 因为当中 这两点之间的导数 很大于零的 所以 当 X 大于 B 的时候 F X 大于 F B 没错吧 好了 这个 F B 是什么呢 F B 咱们刚才说过了 带你去带一带 这是 B 这是 B 这两项带起来的行 对吧 这两项就加起来了 两个 B 1 的 2 B 这个是 B 两个 B 这也是 B 1 的 2 B 正好是 0 所以 所以 这个时候就有了 别忘了 F 我现在不仿设 A 大于等于 B 的 所以 F A 就大于 F B 对吧 对吧 F A 大于等于 F B 那么 现在因为 A 可以相等 所以 F A 大于等于 F B 对吧 可以相等 可以相等 这样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结果了 对吧 也就是不等式 成立了 对吧 就正好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题呢 就是有一点处理了 就是说表面上好像你给我的 给的并不是一个含有 X 的一个不等式 是含有若干字母的一个不等式 通常怎么样 很简单 这些字母因为是 就可以看成是变量 所以你就选定一个字母做变量 在这个证明的过程当中 常常有的时候还需要 对这些字母可以做一些假定 比如说 刚才这个同学说的 不妨假设 A 大于等于 B 为什么 一两个数嘛 总归有大有小吧 对吧 B 大于等于 A 也一样 同理可以证明 所以不妨假定 这样假定以后 常常就使我们的证明大为简化 下面呢 刚才有的同学 有一个同学来说 这道题还有别的证法 对了 这道题证明的方法很不少 另一个证法为什么要写出来呢 就是有前两届有一个同学说 老师这个证法还有别的证法 就像刚才有同学找我说有别的证法 这个证法我觉得还行 所以拿出来给你看一看 可能刚才那个找我的同学说不定也就这个证法 也可能啊 完全有可能 不是要称这个不等式吗 对吧 这个不等式 咱们把它变形 变成这个不等式 那当然一一项了 一项 当然相等的了 两个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这个就好了 为什么好呢 好在这俩是一样的 EA-EB EA-EB 一样的 那好了 那 如果A大于B 那好 那这个不等式就变成它了 如果A大于B 这个不等式嘛 那证它就好证得很了 就证这么一个简单的不等式 你会证吗 对吧 A大于B的时候要证这个不等式 那这个F-X就是谁 A可是乘E-X了 对吧 那么同理就可以证 对吧 如果A小一名呢 一样了 同理可证了 那么A等于B 那不用说了 结论显然相等了 那还说什么 所以这就变得特简单了 所以像这种呢 就是 证明题啊 有的时候 在我们高等数学的学习里 往往成为一个难点 很多同学看到证明题 就没有把握了 不知道怎么弄 其实不是很难 不是很难 怎么样呢 主要你在平时的训练里边 要多想 就是这道题 老师介绍我一个方法 我做了 做了以后 如果你觉得很好 对吧 很顺 有余力 你就要想一想 这道题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我非得要按照你的方法来做呢 当然 你自己想的方法 不一定很简单 有的时候可能 哎呀 还挺烦的嘛 没什么 说不定这个方法 在证明别的题的时候 就成了一个好方法 而且呢 也在你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思路就拖展了 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拖展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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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